为了不让搜水油分贸持续扩大 现在恐怕得对这些违法的业者处以重罚才有用了 像是刘妈妈菜包用了全统的搜水油不承认 却还宣称没有使用 直到卫生局查出了进货单的明细才招任 另外还有攀计葱油饼引力下游的厂商 短壁查庆 现在桃园县卫生局各对业者开罚了300万元 桃园知名的刘妈妈菜包店使用全统香猪油来制造萝卜丝菜包 却对外宣称是藏贯的总旅游 总旅游一定是前桶的 只有他才有做 工厂违法设在住宅区的刘妈妈 直到卫生局机查杂粮行的出货单 确定进的就是全统香猪油 刘妈妈这才承认错误开放民众退换货 桃园县卫生局开罚300万元 对刘妈妈菜包在媒体上公开宣称 使用未使用全统香猪油这件事情 还有那个攀计葱抓饼 它引力下游的一个情况 还有规避机查的一个违法行为 我们在这里我们将采除各300万 同样引力用搜水油的 还有攀计的天津葱抓饼 在网购少有名气 卫生局机查业者进货的500桶全桶香猪油 业者不但没有主动高知用途及产品流向 还想要引力萨油客户关闭官网 被卫生局处以300万元的重罚 记者梁明志桃园报道 谢谢大家